各位观众大家好 很开心今天又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Elaine来 帮我们介绍一个传统的可怜菜 帮我们分享什么菜呢? 今天就分享给大家的一个 我们中国人是新年或者过节 传统的帮神都会有在餐台见到的一个鸡 我们今天鸡有很多种不同的食法 我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一个鲍鱼鸡煲 Elaine常常说无鸡不成宴 为什么我们新年或者宴会都要吃鸡呢? 其实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说鸡是代表家人的意思 对了 如果我们拜神也好 过年过节也好 吃鸡就代表家宅 平安 哦 断断续续续 家人在一起吃饭 嗯 在家里面吃饭 对了 现在我们就介绍一下这个鸡煲 有什么呢? 有我用了这个酒地鸡 还有用了这个罐头包 因为比较方便 有其他配菜 就会有这些蒜头 还有姜片 葱头 还有你喜欢吃辣的朋友 可以加点辣椒 其他配料呢 我今天就会用了少少的沙茶酱 会比较野味点的 哦 沙茶酱 对了 如果不喜欢沙茶酱的朋友 都可以不需要烤的 那我们有这个鸣酒 有生抽 还有老抽 就有少少少色的 有少少这个 有少少这个 这个沙糖 还有蠔油 这个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好期待啊 Yelin 帮我们介绍这个菜 那我就加回这个場地 Yelin 那我现在就把鸡蛋 斩细 教它 是的 因为我们需要叶一叶的 我们就拍一拍些大蒜 准备用的 现在就叶鸡 就加点料酒 加点生抽 跟着呢 就加点糖 少许盐 那我就 就 再加少少这个 这个老抽上色的 那因为这个色 就会比较 对了 深少少 那 就老抽就加点生粉 锁一锁水 那那个鸡肉 就会比较乱 和比较滑的 那 大概盐10到15分钟 那我们现在就 开始起锅 先把姜 先爆一爆 那 就把蒜头 一起爆香 它 爆一爆 蒜头 就可以落鸡了 那鸡肉 下去的时候 就不要不停炒它 先煎一煎它 煎到香香的 再反另一边 再煎 对了 另外一边煎香 之后呢 就可以加点沙茶酱 下去了 将沙茶酱爆香 爆香之后呢 就可以炒了 那些鸡肉 对了 那我们炒均匀了 之后呢 再加点蠔油 少少 不可以加太多 因为鲍鱼汁会是咸的 那我们就拌匀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拌匀 那我们现在呢 拌匀 那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拌匀 那我们现在呢 就拌匀了 那我现在就拌匀了 那是不需要再加水的 那拌匀了之后呢 就可以倒在锅里 大约呢 煮滚了之后呢 就适中小火 那就煮大约25分钟 那这个鸡煮就成功了啦 这个鸡煮就成功了 那这个鸡煮就是环境一起到满岱了 哪本子